大家好,我是中心设计的周浩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荷兰迅县卫河绝口处 现在是凌晨26号凌晨的2点钟 大家从我们的画面当中可以看到 现在绝口的宽度正在大幅的桌角 现场有非常多的抢线人员正在紧张地进行作业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绝口的左岸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左岸和右岸正在同时进行作业 而绝口中间的水流是非常的湍急 今天就是这里的这个绝口 它的一个封堵的这个难度是主要存在什么地方 现在封堵的难度主要是一个是水流 这里的水流速度太快 然后目前呢 而且对面的这个 对面的这个堤坝段呢 原先它的堤坝是一个沙口坝 它的这个水流影响对它很大 这个冲发的速度不改 比如说从昨天我们开始进来 从这里开始进的话 那么进多少 那么垮多少 所以说造成了就是到现在目前还没有更多完成的 我们在现场可以看到 现场装满石料等物料的车辆正源源不断的使向绝口处 由于地坝上过往的重型车辆比较多 所以说我们的抢修人员在进行抢修的过程当中 对这个地坝上面的道路也在进行加速 现在道路还是还是靠边侧的这个路基比较软 现在空车过的话可能都有点限车 现在主要是保障我的料车能够源源不断的到地址上去 然后把这个公车跟重车 所以我们今天要把它搓开 我们可以看到堤坝附近的这条马路上面堆着大量的石料 这些石料有多么大呢 我们可以去凑进去看一看 找这种大块的石料肯定还是难度还挺大的 然后咱是怎么解决的 对 从两三个地方吧 主要就是我们的风凉抗业的方向 大概将近两万号的时候 现在是民情的两点二十之分 结果已经堵住 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我此时此刻特别激动 此次为何强险战斗 挤进挫折 但是经过今天不到十二小时的战斗 我们终于打赢了 为何节流攻击战 没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